佛教 管理是管心 通过生动活泼的典故 将管理深入浅出的讲解出来 愿每一位企业家都能够打造千年老店 先给大家讲个故事 讲个什么故事啊 从前有座山 山上有座庙 庙里有个老和尚在讲故事 讲了什么故事呢 从前有座山 山上有座庙 庙里有个老和尚在讲故事 什么故事呢 从前有座山 讲一万年讲不完 反正对这个故事 让大家把心情放松 不要认为一到寺院来了 哇 这么庄严 这么肃穆 连话也不敢说 笑也不敢笑 不是这样子的 正确理解佛教寺院的功能 寺院是教育人的地方 是净化人心灵的地方 寺院呢 它是教育人的地方 教育有多种啊 你像学校 这是教育人的地方 它得知体美全面发展 那个监狱也是教育人的地方 那是强制教育了 对吧 那么寺院的教育 它是什么教育呢 它是心灵的教育 每个人到寺院里来 对佛菩萨一瞻一礼 都能种下成佛的因 种下成佛的金刚种子 你看大家进寺院 一见弥勒菩萨 弥勒佛 开口尝笑 大度能容 大家都能生欢喜心 所以到了寺院 不是金刚怒目啊 也有金刚怒目的 你像四大天王 那是金刚怒目 震慑 但是呢 弥勒菩萨 笑口常开 那么大家进到寺院 别把心情放松 它主要是在于心灵的净化 今天在座的 绝大部分都是企业家 还有未来的企业家 现在不是企业家 将来也可能是企业家 那么企业家 都希望打造百年老店 现在经常看电视上 还有一些广告上 都是百年老店 这是咱们的目标 所以百年老店 就是长久的兴旺发达 不容易的 大家都听说百年老店 大家知道不知道 有千年老店呢 千年老店 就是什么 就是佛教 释迦牟尼佛创立佛教 到现在两三千年了 佛教传入中国 两千多年了 白马寺是中国第一次 现在有两千左右年的历史 在洛阳 河南洛阳 白马寺 中国第一次 还在那里 都有 人们常说 有千年的寺院 没有千年的朝廷 中国历史上 最长的一个朝廷 周朝八百年 周朝是八百年 汉朝四百年 这算是长的了 其他的 有的转命的朝廷 几年 十几年 这个都有 但是佛教寺院 千年 千年的寺院 人打法师 把中国近两千年的 佛教古寺 比喻为千年老店 人们说 有千年的寺院 没有千年的朝廷 为什么 在中国会有千年的寺院 什么原因呢 为什么会有千年的寺院 什么原因 从管理学上 来考究 它是有道理的 因为佛教的寺院 它统一的着庄 一看都知道是出家人 统一着庄 伙食统一 吃的是一样的 而且几乎是没有工资 佛教寺院叫单金 单金很少的 告诉大家 郑爵寺 沙米的单金 一个月二百块钱 就是零花钱 但是大家都很高兴 什么原因呢 这个学问是什么 佛教 它历经磨难 历经沧桑 不摔不灭 什么原因呢 这都是值得我们 去分析 去研究的问题 怎么把这些个 经验 用到企业管理上 如果你用好了 用活了 那你这个企业 千年老殿 历史上呢 也有过几次 灭佛运动 灭佛运动啊 三五一宗灭佛 但是灭佛之后 很快 佛教又兴旺发达起来 没有被永远地摧毁 摧垮 随着佛教的兴旺发达 国家社会 也会兴旺发达 这是相辅相成的 咱们大家都知道 诸葛亮 诸葛亮是山东人啊 很伟大的 伟大的军事家 政治家 也可以说 诸葛亮 是三国鼎立的总设计师 可是诸葛亮 活了五十四岁 什么原因呢 为什么会有三国鼎立 他这个智慧 可以说是很了不起了 可是活了五十四岁不行 寿命很短 相反的 出家人 绝大多数寿命都很长 你像赵州和尚 赵州从人 活了一百五十岁 现在的高僧 徐云老和尚 1840年生人 1959年元寂 活了一百二十岁 现在还有住室的 本患长老 今年一百零五岁了 身体还挺注重 很多人呢 都健康长寿 包括学佛的人 佛门弟子 这里的奥妙是什么 都值得我们去探讨 今天 有些人对佛教 有许多看法 认为佛教 是悲观厌世的 是封建迷信 许多影视作品中 佛教的形象 就是求神拜佛 佛教 究竟是不是 封建迷信 是不是 悲观厌世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西游记 吴承恩写的西游记 那是小说 但是西游记 他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做背景 那就是唐玄藏 唐玄藏 是随末唐初的人 他 只身一人 到印度取经 行程几万里啊 历经磨难 可以说九死一生 而且 到了印度 他把整个印度啊 他都转了一遍 都是步行啊 现在有汽车 有飞机 有火车 最起码还有自行车 过去哪有啊 大部分时间都是步行的 那骑马都不容易了 很少有骑马的时候 过去行子要僧 行脚僧嘛 就是出家人 都是走路 叫行脚 刚才说的赵州和尚 从人 八十岁还行脚 还到处走 那么唐僧 他不远万里 到西田取经 还有一个人呢 建真和尚 东渡 也是唐朝的 建真和尚 从年轻的时候 就要去日本 七次东渡 前六次都失败了 船被打翻 人也差点淹死 最后眼睛都瞎了 到了第七次 东渡成功 到了日本 给日本送去了 中国的传统文化 还有佛教 现在在奈良 还有建真和尚的真身在 入身不化 叫真身 这些个行动 你说能是悲观验尸吗 如果悲观验尸 它能有 西田取经 还有建真中渡吗 这都是积极入室 大家都知道 任达 是个科技工作者 科学技术 是讲实事求是的 科学态度吗 首先要有科学态度 科学态度 就是实事求是 如果佛教 是封建迷信的话 任达就不会信佛 更不会出家 正是因为佛教 它不是封建迷信 任达才学佛 最后还出了家 所以现在才有了 任达法师 今天坐在这里 跟大家一起交流 如果佛教是封建迷信的话 我们对它嗤之以鼻 连看都不要看 想都不要讲 说都不要说 因为它不是封建迷信 人家才会学佛 才会出家 这也是一个说明的问题 佛教最重视的是智慧 佛教的本质 是智慧的宗教 师家摩尼佛 具有出世和入世的大智慧 觉醒圆满 福慧俱足 佛教呢 它是包罗万象的 什么都有 可以说一部金刚经 就是一个超高级的管理学 你把金刚经背熟了 度熟了 会背会用 那你的企业管理 肯定是顶级的 智国智什么 智人 智人智什么 智心 但是我们说这个心 不是肉团心 是思想意识 智国即智人 智人即智心 金刚经中 须菩提问佛 云和英柱 云和降伏其心 佛说 应如是注 如是降伏其心 金刚经 就是一部 超高级管理的经典 这是金刚经里的 徐福提 向释迦摩尼佛 提出的问题 释迦摩尼佛 回答 徐福提尊者 怎么样 降伏心 怎么样把心 安住下来 把我们狂妄的心 安住下来 这就是金刚经的内容 解决新的问题 希望大家也要读金刚经 来提高我们的智慧 中国人有两大脚 在卫星上能看得到的 一个是万里长城 还有一个金行大运河 金行大运河 跟佛教 有很大的关系 说到金行大运河 就能不提一个出家人 叫一横禅师 他是随朝的人 一横禅师 他是降门之后 二十岁出家 非常的聪明 非常的有智慧 他在随朝 山岛大师座下 出家修行 山岛大师 是净土宗的第二代主持 有一天 随朝的一个大学者 去看山岛大师 他拿着自己的一个杰作 是一篇附 诗词歌附 这是一种文学体材 比诗写得还好 比词还好 因为附都比较长 这是一种古文的文学体材 写得非常好 里边有许多艰涩的 难懂的字 这位学者很高兴 拿着自己的杰作 给山岛大师看一看 山岛大师 他说我这儿有个弟子 一横过来 让一横看一看 这个一横 拿着这位学者的父啊 拿过来看一看 放到学者面前 微笑着就走了 这么做很没礼貌啊 你看 连一句话都没有说 笑一笑 看一看 笑一笑走了 让了那位学者呀 觉得很没面子 山岛大师也无话可说 结果到了下午 这个一横啊 就把这个学者的父 给唱出来了 而且一字不错 你看看 过目不忘啊 只是浏览了一遍 看了一下 到下午就唱出来了 一字不错地唱出来 哇 那位学者感到非常惊讶 说山岛大师 你这个徒弟不得了 真是不得了 太好了 真是人才 将来一定会对佛教 对国家 做出重大贡献 山岛大师也随身复合 说是啊 后生可危啊 后生可危 后来 随阳帝修运河的时候 找谁啊 就找一横禅师来设计 怎么大家都知道 现在的工程 你盖个楼 或者修个什么工程 一定得用水平仪 用经纬仪 来测方向 测水平 可是古代哪有经纬仪啊 哪有水平仪啊 用什么 三根竹竿 就把京航大运河设计出来了 而且由一横禅师 建造施工 从北京的通州 到浙江的渔航 京航大运河吗 全程多少 一千八百公里 经过了五大水系 海河水系 黄河水系 淮河水系 长江水系 还有乾塘江水系 五大水系 全程同航 不得了啊 这个工程 在一千四百年前呢 用三根竹竿 就设计出京航大运河 建成京航大运河 这多大的智慧啊 千百年来 立着中华民族 成为南北交通大动脉 大家都知道 清朝 也叫满清 他是六万铁骑入关呢 沃尔寡母 那时候 孝庄皇太后 抱着顺治皇帝 顺治皇帝才六七岁啊 骑着马 进了山海关 然后六万人 打败了 李自成和明朝的军队 统一了全中国 而且统治中国 二百六十多年 这是清朝 一个少数民族 为什么会统治中国 这么长时间 清朝的皇帝 从努尔哈赤到乾隆 他们都信奉佛教 康熙皇帝曾说过 修一座寺院 圣囤十万兵 可想 佛教寺院 在当时统治者心中的作用 是多么巨大 修一座寺院 圣囤十万兵 不需要战争 不需要打仗 不需要征服 它净化人心就行了 寺院的作用是什么 净化人心 安定社会 这是寺院的作用 那比杀戮强多了 战争总会死人的 佛教主张和平 不主张战争 有了战争就有灾难了 就会有人流离失所 驾破人亡了 清朝的皇帝 从诺尔哈赤到皇太极 那时候他们是在沈阳建都 他们就信佛 到了孙治皇帝 他拜御灵国师为师 为国师 后来出家 在五台山 康熙皇帝 他也是信佛的 雍正皇帝 也是信佛的 在历史上 都认为雍正皇帝 是暴君 实际这个暴君 雍正皇帝 他跟秦始皇是不一样的 秦始皇是暴君 雍正不是暴君 雍正是什么 肃清立志 信佛 雍正皇帝的时候 在皇宫里头 进行佛法讲座 开展佛学辩论 雍正皇帝本人 就是个佛教的大德呀 因为有了雍正皇帝的 肃清立志 对那些个贪污犯 杀头 毫不客气 雍正皇帝 每天批的奏折 有多少字啊 五千字 大家想一想 什么也不看 光写五千字也写不了 很多人写不出五千字来 雍正皇帝 光批奏折的写的字 就五千字每天 所以他才做了 十四年皇帝 就死了 累死了 是个非常勤奋的皇帝 而且呢 信佛 宠上佛教 现在这个出家人 头上烧的戒巴呀 就是从雍正皇帝开始的 有了雍正皇帝 才有了乾隆皇帝的 六十年太平 乾隆皇帝也很信佛呀 仁达 九几年的时候 九十年代 在北京的皇室城啊 就是皇家的档案馆 看见千隆皇帝 亲笔钞的心境 这都是信佛的皇帝呀 因为他们信佛 盖寺院 使人心得了净化 社会才安定 所以有了清朝 将近三百年的统治 当企业管理者 企业员工们 都信奉佛法 打造百年老殿 打造千年老殿 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的企业 就会兴旺发达 当企业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